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黄春林 我本身 目前我担任马来西亚前九亿经风水命理学院的院长 我也是台湾东方亿理哲学教育研究会的理事长 我很高兴跟大家来在今天这个时间直播 来跟大家分享老祖宗的智慧 疫学风水方面的一个知识 包括我们的性命学八字跟风水方面的知识 希望带给大家能够有一个这个观念 疫学方面的观念 然后大家能够应用这疫学的一个能量 来帮助自己 包括自己的运气 包括家人的生活等等 或家里的磁场方面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一命二印三风水四基德五读书 这个命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古人讲落土时八字命 为什么命运这么重要呢 因为他的能量非常的强 所以以至于说很多达官富豪 为什么他要算八字 命中有没有这个大位的命 命中有没有高官的命 命中有富豪的命 好 一切都是在命 就很奇怪的 所以命本身来讲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 我们要怎么赢过命呢 很简单 除了我们后天的努力 古人讲天下无难事 就怕有心人 那也有讲说 这个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来扭转乾坤 这个方式要用对 自然来讲就能够扭转 那命运虽然它很强 可是我们能够致命长运 我们就能成功 所以希望每个人 在一开始 我们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命运 我们八字中没有财 没有不够 那我们就多做行善积德 然后来增加我们的善财 我们善财能够 兴望我们的正财跟偏财 那同样的 同样的 假如说我们本身在讲 我们的婚姻感情不好 我们在命中感情不好 好 那我们在后天上面 我们在选择配偶上面 我们就要注意 我们在后天的生活上面 我们就要小心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 叫做什么 知命长运 命运虽然不能改变 但是我们却能够掌控 就天要下矣 不能阻止它下矣 可是我们用什么呢 我们用树木 遗伞 还是用这个 骨子来挡矣 挡风挡矣 这样的言理 不曉得大家懂了吗 所以说 命运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 我觉得 每一个家长 都是望子成龙 望你成凤 希望 就是说 给孩子一个未来 到底要怎么走呢 那就是要算八字 算指挥八字 让他知道 人生的蓝图在哪里 他适合做医生 做律师 还是做 做这个 美容师等等 这样的一个职业 给他一个方向 那在他有孕的时候 可以鼓励他创业 在他没有孕的时候 要守城 给他一个蓝图 所以我们常常说 有人在验DNA 希望DNA可以知道 他一生的一个 先天的毛病 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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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 我们先 预防胜移治疗 同样的 我们命运也是一样 我们先了解命运 然后来掌握命运 我们不相信命运 但是我们一定要超越命运 这是非常重要的 再过来就是 因为命运中 我们可以透过名字来补 所以我们常常讲 姓名两三字 好坏一辈子 所以说这个名字 非常重要 它能够补先天八字的不足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取好名字呢 这个名字跟八字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八字是先天的命格 名字是后天的 所以说我们要取一个好名字 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个八字命到底怎样 比如说八字命的个性 婚姻 孕成 可能有瑕疵 那我们透过名字来放在补墙 好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就要来讨论 这个八字跟名字方面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那另外呢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风水方面的一个知识 因为古人讲 一命二印三风水 这很重要 风水是排在第三位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 当然风水 有涉及到三个层次 一个叫做洋宅风水 也就是我们的住家 商店 公司 工厂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 叫做洋宅风水 那阴宅风水呢 就是我们祖先风水 就是埋在土地的上面的 它有胸杖 就是往生埋葬尸体的 叫胸杖 有极杖 就是简骨起来在杖的 叫做极杖 另外还有一个 放在灵谷塔位的 这个样的风水 还有一个是属于阴阳之间的 叫做生机 用了头发 指甲 穿过的衣服 这个把它埋在一个有孕的地方 让它产生一个能量 福音当事人 这个生机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讲洋宅风水 至于说阴宅风水部分 跟生机的部分 我们就没有再讲这个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可请大家记得帮我分享 分享出去 我们帮我分享按赞之后 你就用你的名字跟出生年约日 就可以写进来在这边 那我们就帮你批算 那假如说你要这个奖 就是说你要得奖的话 我们分享三个群 分个三个群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规则一下 就是说 因为有一些人的群非常多 就是说他每次中奖都是他 那所以我们现在改变一个 假如要讲他抽奖的 我们有这个分享三个群 群的话 我们就会公开来抽两位幸幸得主 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包邮 然后开光加持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改变一个格式 我们希望说人人有机会 就是说我们希望说群组多的人 当然帮我分享非常好 我们非常乐意 感谢你们 但是我们希望把奖品 普及大众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假如说你要参加我们的抽奖 欢迎你 就是说你分享三个群 然后你按我们的赞 你就可以 我们就随机抽起两位幸运的一个朋友 希望这个朋友得到这个开运的一个小礼物 能够让他们的招财旺财 所以请各位朋友记得帮我分享出去 跟他按赞 只要三个群组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OK 好我们现在 就是说来开始来讲 这个有关于这个 有关于风水方面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风水本身来讲 它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老祖宗的一个智慧 风跟水的问题 所以我开始我们先来讲 因为我们来讲一个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风水最重要的 我们当然从住家开始讲起 因为住家的里面哪一个最重要 当然是讲的是门 我们常常讲就是说门到底有多重要呢 非常重要 叫做什么 千金门四两屋 所以说我们门有千金之重 所以这个门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位置 所以各位朋友 这个门关系到我们家里的心衰 所以说大家假如说要选择房子的时候 这个门的纳气很重要 纳到衰气不好的气 你家里就可能会推掉 假如纳到旺气 你家里的运气就会转好 那怎么样知道旺气跟衰气呢 这个的话就是说 可能要透过这个命理师方面来看 当然我们也告诉你说 也有可以你自己算的 把它算出来 所以说这个门非常重要 第一个门守重的是纳旺气 纳旺气 门啊 门啊这个门 假如能够纳旺气的话 你家里就会好 所以为什么说 就是说你找那个老师来看的时候 为什么老师告诉你说 你们要开中门哦 因为中门可能是旺气的位置 你不要开虎边的门 因为虎边的门可能是衰气 那假如说你是龙边的门 可能是平平 那你要开哪一个 我当然来开中门嘛 因为中门的话是纳旺气嘛 所以旺气很重要 纳到这个旺气 对我们的财运身体健康家运都有帮助 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一定要先认识 羊宅的守重是大门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大家要提供 那大门本来假如说大门有时候 这个门我们要小心一点 门到底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有的人假如说是不是门小小的 所以呢就是说可以聚拆 不要拆出去 那假如门大大的 是不是纳更多的钱进来 是不是这样子呢 答案当然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门是大小适中就好 跟房子要请整一个什么 一个正比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什么 因为假如说你大屋 大屋假如说开小门 大屋开小门叫做小气 纳气不足 对你的财官运 其实有受影响的 同样的你是小屋子 小屋子哦 但是你开啊 你开大门 那财都跑光光 所以说 我跟他讲 大屋啊 大屋开啊 开小门 叫做小气 大啊 这个 这个小屋 小屋呢 开大门 我们称为叫做肉财 钱财 就是怎么赚 奇怪就是怎么漏 这个基本概念 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所以怎样 适当就好了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朋友 我们希望你听到这样的尝试 你就知道说 这个本身要先了解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通常来讲 所谓的那旺气是什么呢 那旺气 当然我们气有一种就是说 真的有旺气 旺气跟什么 跟生气 两个气 同属都是属于好的 吉的一个气 那另外一种是 针对房屋 或者针对个人 认为这个门啊 这样算的时候 发现说 这个门是有四个吉门 有这个生气门 有这个天衣门 有这个延连门 有这个扶慰门 这个门就不错耶 很好的门耶 这样对不对 对的 这样对的 这样也是对的 不过这样的门 生气啊 你还是要找风险试试看 他比较能够算得出来 或者找专业 专门在研究的朋友 来得到这个门 好 那所以说我们门 大小门已经跟你讲了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以门非常的重要 他比屋还重要 这一点叫做四两屋 千金门 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这个门啊 门有植物门嘛 我们来讲门有植母门 植母门 通常来讲 我们要注意 这个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说 通常我们的房子啊 房子本身来讲 他本身来讲 这边是 这边叫龙边 因为这个叫前面嘛 这个叫虎边 好 那我们的植母门啊 我们的母门 一定要在龙边 子门小了 一定要在虎边 这样龙虎才会搭称 就是说简单来讲 我把这个门 把它分成这样子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假如门有这么大的话 那这边叫做母门 这个叫子门 这样子 这个叫子母门 因为母的地方是龙边 龙边 子的地方是虎边 以龙为尊 虎为卑 这样的门对不对 对 对 这样的对的 所以说各位朋友 假如你家里是子母门 稍微看一下 你是不是从里面看出去 大边的门是不是在你的左边 小边的门是不是在你右边 这样的话 你就对了 你就对了 所以说龙虎门 假如龙虎相称 家里就会和谐 所以门是象征性的非常重要的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记得在节目一开始 请大家记得跟我分享 我们只要分享 按赞 分享三位群组 我们就可以抽奖 抽奖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抽的是五帝钱 给看一下 这个是五帝钱 我们有开光的这个五帝钱 我们希望 这个五帝钱本身 要注意有两种方式 一个它可以化煞 第二个它可以招财 这很重要的 那化煞它必须要配合什么 就配合这个叫做 小葫芦或者葫芦 葫芦 把他一群挂在房间 可以收煞 挂在外面 也可以收煞招集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招来这个集气 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们今天 有这个幸运的得主 我们改变了一个规则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奖 所以说呢 我们只要你 分享三个群组 然后我们就公开 随机抽奖 抽两位幸运的得主 那这个幸运的得主 在马来西亚的话 我们就包邮寄给你 我们有开光 你看 你看我们的这个都有开光 开光过 开光过 这个开光加持过 这样的五帝钱就很好 还有我们会送你五帝咒 你在挂的时候要念五帝咒 那这样的话它咒的能量 会增加这个五帝钱的一个能量 给你参考 所以说我们再来继续再来分享 这个风水中 这个门叫植武门 非常重要对吗 这也是很重要的 好那再来呢 我们抢过了 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门 不要让它变成拱状的门 我们把这个先插掉 不知道这样你懂了吗 这个我再讲一下 龙母门有人不太清楚 因为我们从我们这个在客厅啊 在我们站在客厅里面 在客厅里面 站在里面啊 我已经站在里面了 这个地方 在里面 然后看出去 这个是外面 前面就是外面 我在看一下 在我的左边 叫做左龙 在我右边叫做右虎 这样不晓得大家明白了没有 所以有一些朋友们 他真的不知道 那有一些看过我的节目 他知道 那龙母门我早早知道了 老师不用再解释那么清楚 不过他问的朋友 他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龙边 什么叫虎边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了解以后 下次你就知道了 我们选择门啊 我们尽量讲没有什么事 我们就选中门 不然我们就选什么 龙门 比较好 比较好 但是不是绝对的好 还是要以这个风水师 来算他的旺气帅气在哪里 比较好 所以说我们尽量来了 我们尽量 我们的原则 我不懂风水 我不懂风水 那我这个门要怎么选 我就选了嘛 我选两个 选两个 一个我就选中间的中门 中门 不然我就选龙门 龙门是什么 就是左边的门啊 从我的客厅看出去 左边 左边的门叫做龙门 我们就不要去 就不要去选这个虎边的门啊 我们就尽量不要啦 除非风水师告诉你说 哎 你的旺气在虎边呢 那那当然就可以了 当然是可以了 就是要跟你讲一下说 我们的门方面的 那第四个 第四个 我们不要选 记拱门 记拱门 也就是说你的房子里面 你的房子是这样子 房子 房子是这样子 结果你进来的门是一个拱状的门 门啊 门形成半言形的拱状的 这样好不好 这种拱门好不好 不好的 因为拱门会让我们的这个亲情给散掉 还有财气给散掉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说要很注意哦 这个拱门不要 它会产生我们的亲情上的变化 亲情上的一个变化 第二个也可能 换小人 第三个 所以我在杀戮啊 有一个 有看过有一个主家 他哦 他的外面是拱门 里面都是拱门 拱门太多 所以说 没有事就没有事 硬气一降以后 哇 这个换小人啊 这个 这个财库破啊 等等 官非啊 这个很麻烦啊 所以说 会影响到亲情蛋白 各位朋友们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换小人 然后呢 影响到婚姻感情 未婚的哪里啊 未婚的哪里啊 要注意一下 在这边啊 会有感情上的问题啊 所以说 我们要很注意一下 我们拱门啊 我们不要啊 不要去啊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啊 就是说 去选这样子的 不管里面的拱 拱撞的一个走道的 那不是没有 它没有门 那拱撞的 就是象征一个门的门器 就不行 直接啊 直接 直接撞壁 就是说 我一出门 就见到墙壁 距离很近 这样好不好 这样不好 这个象征了没有 你的气口被堵 气口被堵的嘛 这样的工艺 我们不要嫌 因为纳气不够 当然你可以调内部格局来转化 这个可以 但是基本上 假如我现在出钱 我就不要嫌 我一出门 两步就 就见到这个墙壁 这样好不好 当然不好啊 你买这样的房子 怎么吸引 这样没有气 那没有气会影响到什么 你的家运 影响到你的这个 这个人 这个升迁啊 这个事业啊 都有可能影响 我刚讲过了 大门的气 会影响到家运 所以说你直接出两步路 就见到墙壁了 这样的房子 我们尽量不要 这个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公益 有时候我们出去 直接见到一半的 像那个电梯 旁边的那个墙壁的 直接就冲我家 出门见壁刀 这个是糟糕了 这个 你的大门 去见 见到那个电梯 电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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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的那个 那个墙 那个墙的啊 他见到一半啊 墙的什么 壁刀 这样好不好呢 这样当然 久了以后呢 家里就会有人 开刀意外 所以说 有时候我们壁刀 不一定在我们的 这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外面 我们的屋的外面 有时候是在内部 就有看到壁刀 这样的情况怎样 当然不能哦 这样子 久了就这样 就是开刀嘛 会有意外血光 这样你划得来吗 所以说我们这样 买房子 我给他看清楚 看清楚 那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什么 不会哦 这个就是 就是买到 这个比较不好的房子 当然有人讲说 我买房子 不要去买那个有凶杀案的 那个房子 那个当然 那当然不好啊 是的 就那有凶杀的 那种房子 或者自杀的 这种房子 我们都不要 因为那燕林太深 所以说通常不要 当然还有什么呢 比如像买过 像人家做过神坛啊 做过庙啊 这样的 这样的 就是家里的 那种 做过那种的 因为气会散掉 或者做过 法式的 那种房子 基本上 就是要很注意 去处理 不然都是不吉利的 不吉利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 包括怎么样 包括什么 神明厅 各位有一些人 他是这样 神明厅本来是在二楼 后来他家盖三楼之后 神明厅移到三楼 然后原来的神明厅 大概稍微 稍微再修理一下 这样子 就住了 这样好不好 结果造成 那个家里的人 要结婚的男女 都产生不顺的现象 所以要注意一下 假如说你神明住过的 这个空间 你要做成主卧房 或是做成房间的话 都要整修过 要记住要整修过 不能随便整一下就好了 这个要蛮慎重的 因为神明住的地方 本身来讲我们人在住的时候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大大的整理 那就没有事情了 OK 所以我们等一下 还要再跟大家谈这个门 到底要怎么处理 各位你知道吗 门我们怎么样会胸有地宫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从客厅中 我们要怎么看 那我们等一下 来跟大家 再来讨论 希望各位朋友 记得记得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久 我们希望说 我们用我们中华文化 能够发扬出去 那请大家动一下手指 就是说 分享三个群 那你可以来抽价 感谢你的支持 感谢支持 好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其实我跟大家讲 我们的行善积德 有很多种 其中我们这个节目 本身来讲 就是说你献给你的朋友 你传给你的朋友 其实他来批算名字跟八字 然后让他知道人设的运程 其实你也是在做善事 也就是做善事 好 我们现在讲一位朋友好吗 就是说 我们来开始来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们的朋友等太久了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这个 来我们看看 这个李依华 我们看这个 这个小姐 我们李依华 你是1968年 就是生肖属猴子的 事实上你这个名字 我先把这个稍微插一下 所以有时候 我会稍微讲一下 就有人数 时间不够 我就直接用讲的 那 假如时间够 我就把它放在这边 来跟大家做一个参考一下 那这个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我们没有分彼此 我也没有看到是谁 所以谁说放在白板讲 那谁放在 我也不用讲 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李小姐 来 李是七话 宜 宜然的宜 宜是八话 这个话 话本身来讲 是16话 所以说这个笔画数是蛮不错的 蛮好的 天格 人格 地格 第一格 整个 整个 这个是15话 这个是8话 这个是24 加起来31 总格 加起来 所以说 这个李小姐 你的名字都是很好 我觉得你名字 来 这个火 火能够生土 土再能够生金 而且每一个都是极数 每一个都是极数 所以说这个名字 在笔画树 在笔画树上面都蛮好的 因为你生肖是属猴子的 是乌生 这个秉承 奎汉 这个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 你的你的你的命局中 已经告诉你什么事了 就是说 你本身来讲 你你自己做 你自己做三观 所以说这个 这个三观 对你对你的婚姻有杀伤力 你今年是51岁 所以说你在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一定还是要注意好 夫妻之间的生活 虽然你今年已经51了 我们希望说家和万事心 有时候让一让 因为你的你的 格局中来自 来自这个 来自名字的问题 那自己说 自己说你的财气方面 还有这个 就是说 事业上面 算是平顺 不算是很有钱 但是是平顺 你是 就是说 虽然说你这个 你看 因为你生肖属猴子的 猴子用木是很好的 用这个大洞穴很好 但用草就不好了 猴子在草原中走 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 比较累 但是还好你的名字本身来讲是蛮不错的 所以说有小小的切点的话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年份的错 我们不要理他了 OK 我们不要理他了 这个是挤了 下次年份错的 我们就让给别人了 就不处理 我们这样比较公平 不要我分析了半天 年份弄错 还是怎样 那就不好意思了 就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就不算你的了 不算你的 因为你竟然会弄错 假如我们助理弄错 这个我们助理要检讨 假如你是哪 你哪错 那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的八字都会弄错 我们也没办法了 就是你就要去钱了 OK 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 来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些朋友 所以说麻烦你 打的时候不要打错了 打错了我们 我们不可能在那边改来改去的 这样对我们的其他的观众朋友 也会 也不是那么理想 OK 我们看一下刘昔明 这个先生 1965年的 我们看刘昔明先生 来看刘先生 15话 这个毛巾刀刘 刘 刘 刘是16 这个名 是8话 好 这个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因为 1965年 9月28 就是 你是身上属蛇的 以氏 以友 这个以友 好 我们刘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来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八字 你带桃花 桃花 你要注意 你看 你看 你这两个没有 夫公 夫妻公 夫妻 夫妻公重现 重现 从物出现 所以怎么办 所以说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你今年54岁 夫公重现 有桃花 我刚讲过了 有桃花未必说不好 你心要正 了解吗 然后你要注意 跟家庭的关系 转凶为急 所以你知命 知命 你就能够长运 你的命运能够掌握 那就没有事了 那假如你桃花 就不好了 不好了 我讲桃花 想拿你 不真的桃花 假如你是人际关系的桃花 那恭喜你 你的事业顺利 这样要注意一下 这个 这个是有问题的 然后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 这里面 你的笔尖 你的这个 你的命组中的椅目 笔尖 笔尖蛮多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 在你的生肖鼠 这个鼠蛇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 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在日 这个问题 就是蛇啊 生肖鼠 蛇其实是怕什么 怕日的 你看一个日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对你的 对你的什么 人际关系 就有影响了 人际关系方面 所以你要注意 蛇怕日 所以说 比较容易 人际关系方面 就比较弱一点 我们称为真的换小人 这个要稍微注意这个 你婚姻感情这一关 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看这个 财又破掉 又是一个日 蛇又是怕日 所以说 付出多回报少吧 这个付出多回报少 所以说我们 从名词中来看的时候 就知道说 你这个要注意一下 你在理财上面要加强 你的财股很容易流掉 然后你还要注意这件事情 我们把这个加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说 这个天阁呢 十六话 人阁呢 这个是三十一 因为你看 你都是刻 刻上面 这样刻上面的话 你本人来讲 你就在贵人上面 你基本上就比较少了 就比较少了 非常可惜 那你这个名字里面 也看到外格的胸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交损友上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 朋友方面 要过力一下 人际关系要广结善延 但是在房子是心不可无 还有交通意外 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刘先生的 要注意 那在夫妻感情上面 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为感情上面 会造成你有一些困扰 还有不要太晚睡觉 不要有不良的习惯 因为你这个名字 在肝肌能上面 或者在睡眠品质上面 你都要顾好 都要小心 就是你的八字的现象 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刘先生的 刘先生的 所以说这个名字 本身来讲 自己要检讨一下 就是说 在朋友上 人际关系上面要注意 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大体上 比较 婚姻感情比较小 反而是小人 跟出车后比较多 但是在八字上面 你的婚姻感情不稳定 这时候要多关心你的 这个配偶 都互动 多关心 来化解你的这个桃花 跟这个什么 跟夫妻之间的一个问题 这样的话就很美满 所以这个是刘锡明先生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 下一位朋友 所以各位朋友 假设你想要批算 你记得又要抽奖的话 记得你分三个群组 按赞分三个群组 那你就有机会 我们就抽两位 幸运得主 幸运得主 然后你的名字 跟出车年一日 写下来 让我们知道说 批算你的八字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沈荣华先生 来看一下沈荣华先生 沈荣华女士 沈荣华女士 我为什么讲成先生 代表说你这个名字 就不是很好的名字 因为什么 因为荣华富贵 都是讲男生 所以说你这个名字 女人取男名叫破格 女人取男名 男名叫破格 男人取女名 是富贵 这个破格的意思 不是怎样 就是说劳碌命 一肩挑起来 所以说女生 不可以用这个荣 这个字 这个荣是男生 所以以为是 我以为是说 你是男生 结果你是女生 1970年的 11月30号 虽然你的生肖学都对 但是仍然是凶名 除了你的名字 是男生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你的这个人格 跟总格 地格 全部是属于凶数 所以说对你的财观印 影响蛮大的 还有你的这个婚姻感情 这一块不是很理想 那我要跟你讲 你三个库 在八字中 你比较没有财库 没有财库 你就要加强理财 这个沈小姐 你要加强理财 另外你从事木的行业 或者水的行业 对你有帮助的 水的行业 水的行业就是买卖 咖啡店 或者是美容 之类的 水的做理性的 这个产品的 都是属于水的 包括网路的 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是刚刚讲的 这个是沈荣华小姐 沈荣华小姐 好 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位朋友 是黄桂 黄宝贵小姐 我们看一下黄宝贵小姐 这个是你的八字 你是1971年的4月19号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你生肖属猪的 属猪用宝一半好一半急 好的在哪里呢 好的是婚姻感情这一块 可以 因为宝盖头很好 但是宝中有带王 还有带龙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比较牺牲付出 所以你对朋友上面 你可能会比较付出牺牲 包括兄弟姐妹之间 那这个柜 在对你的事业上 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因为柜有两个土 这个土的话 会磕到这个水 那个猪属水 所以你磕到之后 你会发现说 你有点 这个事业 要拓展开 要拓展大 好像不行 或者身高 身比较高的职位 好像有点阻碍 那为什么阻碍呢 因为土是磕水 所以说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说 你的笔画书中 这个在家庭运这一块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财库这一块 要注意 因为你的 你整个八字告诉你是 亲力亲为的 你的财库本身破掉 因为你成跟虚两个是对冲的 所以你的财库本身是破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 你在理财上面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真的 在储蓄上面 所以说你可以买一些 能够保值的 包括保险 包括这个土地不动产 包括比较机油股的股票 中长级的投资 你就能够把这个钱留下来 这是给你参考一下 所以你这个名字本身是一个凶名 所以对你未来的影响力 的财运 跟家庭运 婚姻感情 这个量有影响到 所以说你要特别注意防范 这个给你参考一下 那你本身来 我刚讲过了 你就是走这个火 对你来讲是不错的 这个火的行业对你来讲很好 所以说你可以都穿红色混红色衣服 这类衣服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 就是给你参考一下 参考一下 就是说你是火方面的话 对你来讲是好的 OK 好 这个是给你参考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 女生尽量不要起男色男名字 所以说名字在取的时候啊 我们也要 我要很注意一下 我常常强调说 姓名虽然两三次 可是呢 好坏是一辈子 那名字要怎样取才好 有很多的朋友讲说 老师我的名字都 这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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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来改去 都没有改一个好的 那不是 不是 有时候不是你名字的问题 有时候是你风水的问题 有时候是你命的 有命的问题 命运啊 你的命运画面的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 你自己努力不够的问题 所以说 我们 当然 我们讲说 名字是能辅助八字命 可是我们的命格 我们的风水 我们的努力 都是非常重要啊 但还包括行善啊 这个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所以 我们名字到底要怎么取 才会有效 就是重点在这边 各位朋友 第一个没有 第一个 我们在取名 我们的取名 或者是取名 或者是我们改名啊 改名哦 要有效啊 就是改了以后 你一定要有效 这个 有第一个 你一定要配合你的八字嘛 一定要配合你的深层八字 这很重要的 因为你深层八字里面 你的没有 假如说你的八字哦 你的婚姻不好 那我名字是要补他 你的八字中 你有车祸意外 我们是要用笔画 述动的三十一画 这个避灾 来破解他吗 对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 或者走印 来破解他的一个灾难 跟小人 这很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配合 深层八字嘛 第二个事情哦 你的生肖血要对嘛 我生肖属老虎的 属狗的 我就要给他肉吃啊 我今天属羊 我就马 我可能草五骨 他很喜欢啊 那这样怎样 那就能够很顺利啊 然后再过来笔画 对不对 所以要注意这个笔画 我先强调哦 有些老师啊 强调有没有 生肖 他不看笔画的 他说笔画都不准 其实不对的 笔画怎么会不准呢 笔画是传承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所以说 就是说笔画术 对我们的八字中 对我们名字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它是不能复视的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笔画术 是不是有前级 是不是 是不是都是好的 不要给他有花胸 因为天格地格 人格外格总格 他都有他的意思 你给他胸 那比如说人格胸 你的财官就比较不顺啊 你的地格胸 你可能财就比较那么消失啊 在家庭印上面 可能就比较弱啊 所以这笔画术是有影响的 要注意一下的 然后再来 再来就是什么 你的五行 你的这个五行啊 你的天格地格的五行的 有没有 有没有相生 有没有相同 因为相生相同 代表你的气场是通的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相生很好啊 或者金跟金一样 木跟木一样 火跟火一样 那就是相比望 互相帮忙 那可不可以 当然好啊 就是说这个很重要的 再过来 你取了半天 你的名字 有没有财 你的财有没有 是正财吗 有没有正财 那有没有偏财 最好两个都有啦 那是最好的 因为财能够升官 有财 我们很努力 做了半死 我们无灰的 当然需要一点收获嘛 我们虽然说 这个财不是 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没有财 万万不能 这很重要的 所以说财很重要 再过来 这个名字很重要 有没有走运 你的走运才能有贵人才好啊 贵人就出来了 那你的事业财官 就会特别旺啊 事业方面非常顺畅啊 所以走运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说 我们改了名字 改了名字 为什么没有效 就中间有几个重点 我刚刚出了说 风水八字问题 还有你努力不够之外问题 我们就纯粹名字来讨论的话 简单来讲就是 你改的名字不够周全 或者取的名字不够周到 以至于说 你只是重视一个或两个 没有重视到前面的 所以以至于说 在改名字和取名中 就产生一种瑕疵 它的中间的力量互相抵消 造成他不是不好 而是没有效 没有效的名字 是这样子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名字也要重 但是我再强调一下 女生尽量不要娶男名 男名要记住一下 娶男名就不好 你看大S小S的老公叫什么呢 一个叫汪小菲 一个叫徐亚军 你想一想 这个名字听起来 好像是不是有比较偏理性化 可是不错 他财官事业都蛮好的 什么原因 因为他的名字 就是说是一个好名字 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所以下次 假如说你要取名的话 或者要改名的时候 请记住一下 写一下 这个取名的这些专业老师 有没有配合你的生成八字 有没有生肖和 有笔画对 五行有没有相生 有没有财 有没有走运 只要有 那就不错了 那这个老师 有全面心的跟你顾到 这是一个很棒的老师 OK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朋友 这个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一下 再来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朋友 来 这位朋友是我们君云凤 这个我们的秘书 他又打错了 我刚才语那个字 我刚才讲过了几几次了 来 就是说那个 那个减底次的关系也不能怪 就因为这个减底次方面 我们云 记得 就是天上的云 然后再杨文一一 来 杨文一一 杨小姐 我们看一下 1997年的 这个9月 9月19号 我们看一下 杨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 因为你的那个格局中 因为你记得22 22岁 那我必须讲的就是说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八字 你看你的八字是这样子的 你看 即有 夹子 因为女生要注意一下 我们再给你强调一下 这个年 夜 日 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夫妻宫的位置 夫妻宫的位置 所以女生的夫妻宫这边不可以 不可以是一个三观 这个三观就有问题了 这两个是带有桃花的一个性格在里面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说这个三观的话 就会影响到婚姻感情 所以你当然你的格局中的财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不是 这个不是三观 抱歉 我给你稍微看 走位 你的三观在这里 三观在这里就比较没关系 这个位置 这个讲的是三观真的是不好 那这个位置是什么呢 他是属于正业 正业的话就OK 正业 代表婚姻关系是不错的 蛮好的 而且你有财 财在这边 三观在这里 所以三观在这里的话 在年座的三观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有桃花隔几 代表说你本身基本上 你的人员是不错的 那我们看一下杨小姐 来看一下杨 木一杨是十三 这个温呢 这个温可能会算错 温是提及是 真正的温是一个人字旁 所以十四话 不是十三话 三点水算四话 所以说这个要经过 要记住康熙字典 我们看一下 这个名字到底好不好呢 其实很可惜的地方在哪里 你看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他是一个凶名 很可惜 本来他的八字看起来是不错的 你看 他的八字虽然有桃花 那桃花的话 可以什么 可以透过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走向 对事业是有帮助的 那你看 但是你看他的地格里面 都产生凶相 然后女生加起来杀人伤化好不好 不好 我再强调 女生杀人伤化是孤寡数 所以说对于婚姻的杀伤力 很糟糕 所以那杨小姐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在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一定要下功夫 不要开玩笑 你看杀人伤化是凶 你说杀人伤化是几 怎么是凶 对女生的婚姻是凶 所以各位朋友 你回去算一下 你的总格是不是杀人伤 我想女性朋友 男性朋友没有关系 总格33跟39 像有一个人叫做陈美凤 有一个人叫陈美凤 加起来39话 这39话 这会影响到感情的啦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你看你这个都凶 这个都凶 那这个女生当然 最后一算凶嘛 但事业大人算急啊 所以那这个牛呢 牛用这个还好 牛用这个还没有什么太大难点 生肖学算马马虎虎啦 算过关啦 可是你的比划书根本过不了关 你看你看火又刻这个金 这个长辈没有助力 哇你这个好累哦 所以说你要注意 你这个要靠自己努力了 那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的八字没有问题 你是婚姻 你是名字取错了 取坏掉了 所以说这样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就多注意一下 我们的家庭 因为你今天才22岁 所以说老公好好显 显一个能够照顾你的 思维不错 家事背景不错 人民不错 当然要长得英俊嘛 这样才可以嘛 真的吗 你真的有这个命吗 有的啦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真的 名字会引导到你错 我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名字的凶项 那你哦 你本身来讲 你这个整个局里面 你是缺火 所以你要常运动 火不够大 所以说你可能会气血比较虚啦 或者手脚比较冰冷啦 这个你要稍微注意 气比较虚 所以你都吃红色 混红色的 当然红色是讲红苹果啦 火龙果啦 这方面呢 你吃红的 对你来讲有帮助 你穿红色的也可以 你全身都红的也行 当然没那么夸张 就是说红色的对你来讲 真的对你有帮助力 那你这个是告诉你说 在八字上面 你要红色的就对了啦 南方发展啦 记得往KR 往那个 马六甲 柔佛 新加坡走 这样有没有机会这样发展 那对你来讲是好的 OK 我们其实这个是 杨小姐的一个 这个八字跟名字 我们给分享一下 他八字是不错的 但是名字上出了状况 所以说会降低 他的婚姻感情这一块 所以大家我们要很注意一下 我们朋友一定要注意 这个婚姻感情这一块 对女生三的太重要了 所以女生啊 八字再怎么忘 再怎么好命 真的嫁错老公 真的就三个字送给你 叫头头头 叫土土土 所以说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注意的 好 接着 来 我们再来分享风水 我们等一下再来 刚刚有算错的 我们等一下再拉进来 好吗 就是说 就是跟大家 我们希望说 我们每一个人 既然轮到了 我们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算得到 这样子 其实各位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担心 我有空的时候 其实 对于有分享的朋友 我都请秘书 看 然后我会一个一个回答 所以各位朋友 你有觉得 你可能有部分朋友 已经收到 我批算的那个名字的吉凶 已经传给你了 其实是有的 所以有时候不用担心 只是我比较忙 可能要延很久一段时间 如果有空 我一定会做给你的 但是你要有分享 也要分享按赞 我当然 你帮我忙 我也帮你批算 希望说你是好名好运来 好 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看看风水 刚刚讲过的 这个风水方面 这个大门的部分 其实各位讲 为什么我还在强调大门 因为风水非常重要 这个门 真的是太重要 所以我们刚刚是第几个 第六个是吗 第六个 我再来跟大家讲 这个门 门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再过来 门 我们一开门的时候 就是太贴近的门 不行 就是说 就两个门相对 这个窦门 窦门 窦门 这个门 这个门 这个门很那个 这个窦门 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上次我去看一个 有一个 在台湾有一个戴帽子 他很会唱歌的 我到他那边去跟他看风水 然后呢 我一看说 哇 我说你的 为什么你的住家 跟办公室两个是相对的呢 我说你这个 你能赚钱吗 老师 我的钱 都不见了 才都 才一直跑掉 就一直都 玩股票 不会赚钱 投资 不太会赚钱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门 是窦门 但是他的门 是公寓 对方也是公寓 但对方的公寓是什么 公司 公司人很多 人多 就压倒 这个住家 就两个 他们母子两个 所以要注意一下 这个叫窦门上 会窦倒一个 会倒一个 所以要很小心 那个倒可能身体不好 或者是健康不好 或者财因受影响 所以说 这个窦门 就是 一般来讲 这个窦门 大部分都是公寓 公寓哦 是公寓 所以公寓太贴近的 我们要稍微注意 要和谐 那假如是这样的 我们要怎么破解呢 我是不是可以拿一个八卦镜 我们可以拿一个 九公八卦镜 是不是拿一个八卦镜 对 你拿一个八卦镜 但是人家 对对方好不好 不好 这样这样好不好 这样你自己好好吗 也不好吧 我们讲说 这个灵机要 要和睦相处 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我们千万不要 不要没事 我们弄一个 哇我看 哇我门跟门相对 我就拿一个 我就拿一个八卦镜 贴着在那贴着 这样对我好不好 好 但是对方 拐到脚 万一他拐到脚 他就拿一个更大的 那个镜子对你 那两个不是吵架的吗 我们 就是真的 眼亲不如敬临啊 所以说 我们要和睦相处 那怎么样 假如碰到这种情况 要怎么处理呢 其实非常简单 你用五地钱 就可以破解了 来 看一下这个 这个五地钱 这个五地钱 把它剪断 有五个 五个皇帝 开过光的五地钱 把它什么 把它放在门帘 那个门楣上面 由幼而左 顺治 康熙 庸正 乾隆 嘉庆 就这样子 把它贴上去 找一个即日即时 把它贴上去 这样子 你不会伤害到人家 人家也不会伤害到 五地钱不会伤人的 他可以阻挡 这个斗门赛 所以说 公益的朋友 斗门赛 这一点要照顾 因为很多人住公益的 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对方拿一个八卦镜的 不需要这样子 这样的话彼此伤自己 不是很理想的 你伤到别人 你也疑心不忍 所以说我们以和气生财 所以用怎么样 姐姐 来 五地钱 五地钱来姐姐 好 这个 那是这样子的啦 来我们要怎么弄呢 门楣上面的 来 再讲这 门楣 不管你上面有没有 是这边还是这边 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来 我们就 我们就大概夸张一点 因为这个字不够大 来 大概这样 来 我们把字头朝上 顺字 幽耳 顺字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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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在外面 看到是这样子 这个原来是什么 就是破解 斗门杀 我们当然是用的和气生财 对不对 所以说各位朋友 记得 记得有碰到你朋友中住公寓的话 你告诉他用五地钱 就可以破解了啦 就这么简单 这样的方法 来看一下 千万记住 不要用六地钱 用什么 用六地钱是什么呢 道光 不可以 因为道光 已经走在清朝里面 已经走向 比较下坡 割地赔款 这个读过中国历史都知道 所以说道光 不能有头没尾 所以中国最盛的朝代 就是五地 这个五地 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这个是破解的方式 接着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这个门 我们不要是窦门 要很注意的 然后接下来 要注意一下 不要对电梯狗 因为公寓最喜欢对电梯 你对了电梯狗好不好 对了你的门 电梯 电梯狗对到了 你要注意 身体健康会有问题 身体会虚掉 第二个本人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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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小人 因为你要先了解一下 我们有时候 我们上电梯 电梯打开 我脚跨两下 就进入公寓了 公寓大门 就进到我们家里了 这样好不好 不好 因为门跟门相对 因为电梯 它一开一关 一上一下 把你的气带动以后 气场乱掉 气场乱掉 你身体方面可能就有问题 可能你的 就会换小人 甚至还有人露财的 财人是在跑掉 所以说大门 大门去寄 寄建 电梯口 你建到了 你要注意这个 这个 所以说这个本人来讲 降到不好了 那这不好 要怎么破解 要怎么破解 其实破解 并不是很难 来我教你 我用两个东西可以破解 一个可以用五地钱破解 但是五地钱的力量 用在泄气煞比较有效 所以说 我们可以用磁龙头 龙头 因为开口 我们龙把它吸回来 所以我们磁龙头 我们看一下 我们秘书 我们看一下 磁龙头 所以说你要用磁龙头来破它 另外一个什么 用什么呢 用龙银 龙银 对 你要记住一下 龙银 好来 这个我们 我们讲开口煞 假如说各位朋友 你假如说你的朋友 刚好碰到电梯口怎么办 你用龙银 用龙银 用龙银几颗 三颗 或者五颗 来破它 这个很重要的 龙银 这个开过光的龙银 很重要 或者是什么 你在上面安一个什么 来看一下 磁龙头 来破解 各位朋友 我挤这个 不是我要卖你 所以你不要 我再告诉你说方法 方法 你应该怎么破解 用最审视的 所以事实上 我要跟你讲 你今天 今天假如风水不好的时候 不要去敲敲打打 这边敲那边打 这边敲那边打 哇 花了几十千 甚至有了几百千 这个 这个 这个不行的 这个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破解 我们要用 风水是一个磁场的能量 有法有破 我刚才讲过了 所以你的风水不好的话 我们可以用 我们也可以用小小的 像磁龙头这个法器 我们可以用龙银来化解 我们可以用盆栽来化解 可以吗 我们用灯光颜色 我们用开窗 我们用电扇 我们甚至用 就是说用那能够动的东西 包括什么 钢琴 或者是时钟 这些 或者是颜色 地毯 或者是门链 这些都可以破解的 所以各位朋友 记住一下 碰到 碰到这个风水 这个格局不好 也不要太紧张 其实有法有破的 请大家放心 放心 就是可以化解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 这个电梯口的部分 接着我们要看 就是说 假如对的 对的向上的楼梯 有时候我不是对这个 那我对的什么呢 我对的是 常常我们一开门 我们的卧房 就是我们大门 我们大门 这个一开以后 建什么 建梯 这个梯 梯 我们最怕的是向下的梯 就卸掉了 卸掉了 所以卸掉了 要怎么处理 有人想说 我在门口里面 我埋36颗钱 可不可以 那个是老师的方法 那是可以的 但是 不要忘记了 五地钱又来了 五地钱 对 把它放在地毯下面 只要五颗就好 不要碰到36颗 但是你要记住 我要跟你讲 那个字头要朝 朝内 朝外 柴都跑掉了 有的 上次 有一个朋友 他说老师 这个 你用这个方法 有某一个老师有讲过 可是我用的没有效 我说那你回去检查一下 你这个 五地钱的这个 这个字头是朝哪里 你画给我看 结果他是 他是这样子的 他是这样子的 你看 他是 这个门在这边 这个 他是对着楼梯口 这样子下去的 这边 他是对着楼梯口 所以他的五地钱 是放在这边 我把它放大一下 他的五地钱 他是这样放的 他放的 顺治 康熙 雍正 潜龙 潜龙 家庆 他就放在这边 放到这里 就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 放到门这里 这样对不对 本来是对的啦 结果他放错了 因为字头朝外 整个才漏光光 所以没有效 所以我们要注意 这样子头朝内啦 这样就对了 所以各位朋友 这个方法要对 虽然你用对的东西 但是没有 那个方向很重要 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好 这个是告诉你说 是不是你要注意一下这个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再来 我们看一下 可不可以 大门可不可以对了卧房 不好 这个 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 大门啊 所以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大门有 大门对了卧房 会发生桃花 或者是 或者是 会硬气会不好 你要注意一下 大门啊 大门对 对卧房 睡了这个人很倒霉 他的 他的那个蕴 蕴一定 蕴有旁边被插 那有时候 假如夫妻房间 那就变成桃花了 糟糕 就变成桃花 所以有时候桃花不是造成 不是命中带来的 是什么 是你 你自己 这个格局不对 造成了桃花啦 所以说我们要很注意一下 这个桃花 非常非常小心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我还没有讲完 大门还没有讲完 所以 请各位朋友 记得帮我分享 这次不用分享很多 只要一个人 分享三个群组就可以了 那我们公开抽奖 因为我发现说 有一些人的群组很多 他分享很多 真的 我们谢谢他 但是每次都他得奖 就不好意思了 就有很多朋友的分享 所以我希望说 你分享三个 三个群就可以了 然后按赞 那你的名字跟出生为日 记得给我 你有留在那边 到时候 会有机会 我会给你批算到 只是要慢一点 因为我最近过年 可能找我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一下 我一下跑台湾去了 跑到 跑到中国 跑到那个 KL去 那最近我又跑 要跑KL去了 那还有很多演讲会找我 所以说 对大家 有时候 比较慢等到 对大家不好意思 但是我尽量 我尽量 尽量 所以说 有分享的 有分享的 我们 这个我们一定会 会批算给你 所以你不要太紧张 不要太紧张 那 来 有朋友说 什么叫字头 就是这个字头啊 刚刚好 你没有讲 我已经插掉了 这个字头 就是说 所以字头就是顺 这个顺字 这个字 这个叫字头 字的头啊 字啊 就字头要朝什么 要朝内 就是朝内 不会破财 那假如说 动门 假如说是那个 就我们讲的动门煞 动门煞 字头朝上 字头就是那个顺字 那个顺朝上 康西的康朝上 那个叫字头 这样子 这样不然你明白了没有 假如你不明白 你到我服务处来 我再 我讲给你听啦 让你开玩笑了 不然为你个东西 我当时画一个图给你 我传给你啦 到底什么叫字头 好不好 你这个 所以说你假如要找我 其实可以的 来 我们这个 我的 我的这个微信 微信 还有这个 这个like 在这边 所以你有什么 风水上的问题啊 你就可以找我 你就可以找我 没有问题的 我会给你解答 你的这个问题 好吗 这样子 那这个 那我要再公布一下 我公布一下 就是 上个 就 星期二 1月12号 这个两位朋友 这两位朋友 可以得到我这个 这个龙云 三科 三科 所以说这 这两位得到的 我们龙云开光 加值之后 有没有 包邮寄给你 但是要献马来西亚 你假如说你是外国 可以 你可能 可能要想办法 我们私底下 PN 看怎么样处理 因为他这个有海关的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通常 我们是以马来西亚 我们寄给你 寄给你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看 这得奖的人 两位 那下次我们改变了规则了 所以说假如你 你本身就是分享三位群组 然后呢 就是说有按赞 我们就可以给你抽奖 还有免会批算你的八字 所以说你的八字 跟你的名字 要给我们 好 我们接着 再来看 再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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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来讲 再来批算你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 第十个 十前十美 那十 其实还有 还有很多 来 再来就是说 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刚才讲过了 大门是对待臥房 会有桃花 运气比较差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这一点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呢 要注意一下 再来说 这个大门呢 不可以对到外面的形上 要注意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 大门 大门 既对外上 好 外上 好 这外上是什么呢 来 各位朋友 外上是什么呢 来 历史 电桿 电线桿 算不上外上 对 高压铁塔 那个高压 高压的那个 那个我们叫电信塔 电塔 电塔 再过来 再过来 有没有 我们逢到有没有 壁刀 屋脚啊 屋脚 这个屋脚 屋脚是什么 就是我们房子在这里 我们房子在这里 这样子 结果这边有一个脚 这屋子的那个脚 屋啊 屋子这个脚直接射我 那就是屋脚 屋脚 屋脚跟壁刀不一样 壁刀是什么呢 你看 我的宅在这里 对方有没有 跟我没有对齐 对方的宅在这里 结果这个 他的那个 那个墙面 是射到我 冲到我 那叫什么 那叫做壁刀 所以壁刀跟屋脚是不同的 这个碰到好不好 不行 所以大门都不要碰到这个 什么电杆 高压铁塔 屋脚 壁刀 我都不要 我买房子都不要 不要就没有事情 各位朋友就没有事情 所以给你参考一下 所以等一下 我们继续来看风水 我们继续看 所以说我们希望你今天看完之后 你注意一下 这个大门要注意什么事情 很重要 还有我们刚才讲到客厅 之前我们讲到客厅没有错 可是我们会再跟你讲客厅的更进一步的一个状况 所以就是说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之前我稍微介绍我自己一下 我是黄春林 我本身有三十年的风水经验 在台湾 我在这个台湾的这个最大的集团 最大的机构 教育机构叫做救国团 救国团我交了十年 十年 那新竹科学院区交了将近三年 两年多将近三年 所以说我从事这个命理风水工作的教学 有三十年 那我本身就是说我本身现在目前担任马来西亚 全球益金风水命理学院的院长 我也是台湾东方益理哲学校研究会的现任会长 我毕业于台湾佛光大学未来所的这个硕士 而我也是这个中国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所硕士 这是我的毕业证书 然后我有出版十本书籍 我的笔名叫做天机上人 所以说来各位朋友来 所以说欢迎 欢迎我们的朋友到台湾 台湾各大书籍来买我的书 来这边 我的笔名叫做天机上人 这是我的书籍 你看一下 看一下 假如说方便的 有去台湾旅游的 我们马来西亚朋友欢迎你 那你到书店 记得买我的这个书籍 那有什么问题 我是在马来西亚 槟城的北海这边 所以你可以来找我的 来找我的 你看这个 那当然假如说你有在台湾读书了 因为我们知道 我马来西亚朋友 我们都 这个 我们的马来西亚朋友 到台湾去读书 那假如说你有去读书的话 你可以下载我的这个硕士论文 中国传统性 中国传统风水未来性发展之研究 以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为例 所以说这个欢迎你下载 有很多的秘诀 很多的秘诀 很多秘诀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我的硕士论文 这个硕士论文 佛光大学的 未来所硕士论文 好了 所以 这个 我们 风水上面 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明 所以各位好朋友 记得帮我分享出去 我们等一下 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直播节目 我们广节善言 那你分享给你的群组的朋友 其实你是在做善事的 我们日行一善 我们是星期二 星期四跟星期六 我们有这个播放 你一个一周 这个行善三次就够了 三次就够了 就能够广节善言 其实你把这个好的种子给传播出去 好 我们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 来 这位朋友金云凤 看一下金云凤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因为生肖属猴子的 本来猴子 猴子用凤这个字 金云 云是天上是蛮不错的 可是笔画数并不好 这笔画并不好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金云凤 金是八话 天上的云呢 云是十二话 这个凤 龙凤的凤是十四话 所以说本来这个生肖 我们看一下 这是庚山 庚山 庚山是猴子 1980年的7月30日 民国69年的 民国69年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奎位 奎位 甲城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要注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个加起来 天格 天格要加一 各位朋友 你看一下 金是八话 要加一 天格 人格 二十话 这个是凶的 地格呢 地格二十六话 也是凶的 加起来总共三十四话 也是凶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名字对于财运 跟事业运 还有婚姻感情是有影响的 所以说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三四凶 这个凶 这个凶 所以连三凶 那因为猴子呢 猴子本身来讲 猴子本身来讲 用云呢 因为云有雨水 还不错 在人际关系上面啊 这方面可能还不错的 但是重点是 重点是说 这个凤呢 凤凰的凤 就是说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鸟 鸟是属金 跟猴子的金两个 会对撞 所以难免 就是说 难免在事业上 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会有点辛苦 但是重点在哪里呢 重点在这个名字上的一个缺点 所以凤凤凤小姐 要注意一下 这个三个 这三个缺点 就会影响到 你的这个婚姻感情 还有事业运 这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名字应该 应该好好去修正 不然你一定要注意 在事业上 在身体上面 以及在这个感情上面 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那这个 这个整个局里面没有火 所以代表说 运动量不够 所以说火 他欠火 火方面欠火 所以火中没有看到 那 援曲中的水呢 也不错 水是不错的 水是不错的 那这里面的土金太重 土金太重 所以说我们 这个木 这个木 用靠这个没有力量 所以说他用水木 是最好的 虽然他欠火 可是他是 还是喜欢水木 所以说 从事水木的行业 对你来讲是很好的 好 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是水木行业 所以卖冰卖水的 可以 咖啡店 泡沫红茶水的 可以的 多一点运动就好了 好 好 我们看下一位朋友 来 这个是谭慧霞 好 你看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 这个霞尽量不要取 这个 我刚刚讲过了 我们名字 在取名的时候 取名 币 币用 币用这个字 币用的字是什么呢 刚刚讲过 彩虹的红 这个不行 晚霞的霞 夕阳无限的不行 这个霞 这个霞 还有露 这个都是昙花一现的 昙花一现 就是说 这个 这种名字本来讲 就不是很理想的 这个霞虹的 然后还有 像冰 冰 雪 冰雪 这个煤 这个汁 这个本身来讲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 都因为它是属于冰冷的东西 或者孤冷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不适合 所以我们女性朋友 我们尽量不要取 再来就是说 这个女生很喜欢取这个小 很多女生喜欢这个小 这个小 我们讲尽量不要取 因为这个小取下去的话 尤其小都放在中间 中间都是会影响到婚姻感情 所以说很多 所以说 所以说你除了你的八字很强 很旺 所以说婚姻感情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不过大部分人的婚姻感情 并不是很强 所以常常会有问题 所以说我建议这个名字 这个小尽量不要 还有女生尽量不要寄 寄男名 太累了 辛苦 劳碌 寄男名 所以说假如说改名字 改改像男生的名字 这样不行 因为女性 女性朋友是寄男名的 寄男名的 你稍微留意一下 很多男名的本身来讲 就是说她的很劳碌 很付出 但是都影响到什么 感情 这个要很注意的 所以我们看回来 这个朋友 来我们看一下 谭小姐 1977年的4月2号 我们看一下谭小姐 你看哦 你的名字中有一个 因为你是叫做谭慧霞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名字 给你参考 你看谭 因为谭是19话 这个慧呢 慧本来讲是15话 这个霞 这个晚霞的霞 就是17话 所以你看哦 我们先看笔画术 天格是没有吉凶 不能论吉凶 你看这个是人格 人格代表你自己 人格啊 人格赛斯话 你看凶 而且这个是水 这个是火 水火相科 就是中风 就是交通意外 所以哦 所以说 这个谭小姐 你一定要注意哦 心脏要很够力 血液熊要够力 你要注意一下 然后 尽量不要熬夜 所以有时候 有的人是没有什么 心脏病 可是他会中风 为什么 太累了 太累了 所以你一定要顾好 这个名字是凶 你的孩子 对你来讲 是孝顺的 没有问题 这个整个价钱 五十一是半吉凶 半吉半凶 所以老来 把钱收好 要注意一下 你今年是四十二岁 还没有迈入 只是靠近中年之前 所以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因为你身孝属蛇的 我必须讲的就是 你孝蛇的 是这样的 你的八字是这样子的 你看 你是丁氏 丁氏 魁卯 魁卯 然后吉丑 你是很守信用的人 因为你是吉土命的人 吉土命的人 你是守信用的人 没有问题 在婚姻这一块呢 我们发现说 你婚姻这一块 本身来讲 你是暗藏的 因为你的老公气煞在这里 这个地方 所以说婚姻感情不够强 这一点 后天去改变一下就好 但是也不是凶 但是你名字是凶 你看 你这个 要注意这个 这个地方 因为 赛斯话 对直接伤道 伤道是婚姻 所以变成说 你的八字还可以 在婚姻只是言问不太深 所以通常来讲 你这种命格 我们都会建议你晚一点结婚 可是你是十二岁 早早已经结婚了 那怎么办 结婚之后 就把家庭顾好 多跟老公之间的互动 关心 假日去走一走 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增进家庭的一个团结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你的 你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有伤道 在婚姻感情这一块伤道 而且这个也是什么 也是有雪光意外 所以你雪光出现两个 一个是水火相克 一个是这个 所以你驾车一定要小心 而且这边是假的 所以大白你要下半身要注意 小姐 谭小姐你要注意下 你的下半身要注意 生完孩子叶子要做好 这个东西要做好 另外就是说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 因为你的财路会有影响 这个 所以把这个不好弄掉就好 可是你的八字还好 我觉得你八字还好 所以代表说 你只要注意这一些名字上的缺点 来破解 那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谭小姐 这个侠 要注意这个 钱财上面流失 跟下半身的问题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 来 这个朋友是 黄玉俊 这个先生 来 黄玉俊 黄先生 来你是2007年的 2007年的 这个本质来讲 这个八字本质来讲 要注意第二种 你的财库 你财库其实是破掉的 所以说你的财 是留不住的 因为你12岁 所以你要养成 节俭的习惯 养成健 那将来理财要加强 因为你的财库 被这个火也克破了 很可惜 那老运 或者最后结果不好 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 可能小学不错 可是你在高中考试的时候 就要小心 因为你最后的结果 最后结占点 是会破的 所以说这个名字 本身来讲 是一个胸向的名字 所以我不建议你 用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要非常非常注意一下 这是黄玉 黄玉俊 看起来 这玉俊看起来不错啊 觉得好像感觉上 名字很好听 可是名字的胸 对它产生很大 这个的胸 代表什么 晚年的不好 晚年不利 还有每次到最后结果 每次每件事 每件事 每件事重要的事情 最后结果不好 所以说这个就告诉你说 是不是要很小心 最后结果不利 是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那这个是 然后呢 你这个 38号这个数在这边 这个 这个是半己半凶 代表什么事情 又被这个火 这个33号的火所克杀 所以说你的 你这个 员工部署 就很辛苦了 所以说你这个名字 取得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 所以要注意一下 你身上属猪的 用这个玉俊 其实事实上 没有说凶 但是也没有什么好 因为尤其这个玉 因为这玉上面 这个量 这个量是一个陷阱 那假如猪跑到陷阱去了 就是换小人 所以说猪碰到这个陷阱 就是换小人 这一点要稍微注意 这个菌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也不是那么理想 就平平而已 所以你的事业运 是平平的 也是平平的 那还有一个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 你这个八字 你这个八字最重要的是 跟爸爸没有言 而且你的钱一直不见 你钱不尽有来自 你的名字 钱不见 还有你是带劫财 所以说你对父亲 缘分淡薄 所以说 这个黄先生 你一定要对爸爸 要厂长跟爸爸讲话 贴近爸爸 然后父亲也要常常关心他 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 来 因为你是2月8号 所以你生肖属猪的 你要记住 因为我们是看那个 就是 看 以立春为主 立春是2月4号 超过2月4号之后 不管年有没有到 都以立是新的生肖开始 所以你是孝猪的 所以说你要加油 在这个夫妻 这个什么 夫妻方面 关系上面的话 你还不会太差 但是你最差的是 跟爸爸之间的关系 你要注意一下 给你参考一下 还有钱人会跑掉 这等一下稍微注意一下 OK 这是我们黄玉俊先生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这一朋友 来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李可丽 好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李可丽 这个 这个 这是小姐 1991年的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这一个朋友 所以 我们的朋友 不是 你分享三个 三组 就可以了 就不用分享很多 没关系 就是说 分享三组 然后你的名字 跟春天 就是给我们 我们就给你批算 但是 万一 假如万一你没有批算到怎样 我们 我们 我们就会把前面 前面有 前面几集的 那个名字 先批完之后 我们会慢慢整理 会批算到你 你有一天会收到 这一天应该不会很久 就是说 我有空的话 我就给你批 所以你不要再担心 那 有在节目上批到 恭喜你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李 李小姐 李可 这个 李可丽 李可丽小姐 你注意看这个 因为你本身来讲 这个名字 我们知道 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 我们要很注意的东西 就是说 除了配合生成八字之外 有没有 像你的生成八字 是这样子 因为你是新卫 就是 你是1991年5月20号 新卫 魁氏 魁氏 更饮 好 你看 你这个 因为女生 女生最重要的是 婚姻感情 你看 你这个 你的业注上面 是一个三观 在这里 这个三观 这个是劫财 这样子的情况 就会影响到婚姻 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 所以说 这个 请李小姐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的婚姻 还有人际关系上面 避免换小人 因为这样的结合 人际关系方面 人际关系就比较弱 也比较容易产生换小人的状况 好 这一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你看看没有 来 你跟你爸爸要好一点 有 你看 你这个是行客的行 所以说 你跟 因为爸爸是看业注嘛 对 所以你两个之间行客 代表说 你跟父亲的缘并不深 所以怎么办 要加强跟父亲的关系 跟长辈的关系 这样子 要和谐 你的运就会转好啦 你这个 就会改善啊 那广结善言要注意一下 人际关系 如果有时候吃亏是占便宜啦 服务 服务久了人家会感激你啦 所以说 不用太担心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说 我们要和气生宅 广结善言 吃亏就占便宜啦 没有关系啦 你人很正直啦 其实你很正直 你其实你不喜欢占人家便宜 那别人也不想占你 你也不喜欢别人占你便宜 是这样的情况 来 这个名字 不是你们理想 我们李小姐 来你看一下 你的名字 你看这个名字怎样 这个名字到底好不好呢 你看这个地方 他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地方 外格这个地方 外格这个22话是凶数 然后加起来 总格加起来 总格是最后结果36话 这个对婚姻有杀伤力 这个22话也对婚姻有杀伤力 所以说 这个李小姐你要注意 这个22话 跟36话 都是代表婚姻上出问题 那你的三官在这里 在这里看清楚 这个有问题 但是你的钱还好 你钱还赚不是很大 但是还可以 但是重点是 你的婚姻受影响 还有换小人 所以说你要注意一下 多广结善言 多行善积德 来破解 来你这个格局中的问题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你本身来讲 很清楚告诉你说 你本身 你本身 就是说 在格局中 事务 你还是属于 生效 就是说你 你尽量 尽量走的东西 是属于水的行业 对你不错 水 水对你来讲 还来讲好 金水也不错 所以说 你可以从事美容的 咖啡店 旅游业 休闲行业 或者是贸易 贸易商运输 或者赚女生的钱 都可以的 那当然还有保险啊 会计啊 你都可以的 这金水行业 你都适合 可是你的名字 一定要注意感情 一定要注意什么 这个 这个小人 这一点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就是说 每次你做生意 谈重要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做到最后的时候 你要紧盯过程 因为你最后结果有变数 那有变数 你就被人赚少少的 每次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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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结果应该是不错啊 结果 结果事实 没有那么好 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 这一点你注意一下 就好了好不好 好 我们继续啊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 然后那个 我们的风水啊 大门还没讲完 大门讲完 来 那大门讲完之后 我们观众朋友有讲说 五地钱可以放在门口 那 我要怎么开光啊 各司各法 因为开光是我们的秘诀 我们 不方便跟你说明 因为 每个 就是说开光的过程中 要怎么开光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秘诀 不过我告诉你 这个开光 有一个开光法 叫二十八心术 开光 你要把二十八心术要记起来 来 二十八心术 二十八心术是什么呢 天上的二十八心术啊 所以开光法 有一个二十八心术开光 一定要开光 当然它有很多秘诀 不方便讲 那个咒语要怎么讲 所以说 但是开光一定要选择即日 最起码我们了解一下说 我们通书啊 这个我们通圣 我们在台湾叫做通书 这个通书 比如说我们通书里面呢 就很明显的 这个地方 你看 这里 这里啊 我们啊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这个 开光 一定要找即日 所以说 有一些朋友很急说 老师我的我的五地钱啊 我的那龙鱼还没拿到 我的皮秀没拿到 有 各位朋友 我要找开光日 我不能随随便便 找一个日开光就好了 你看 开光日子有限的 你看一下 这是农历的 所以说 这个是什么呢 来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料言用通圣 通圣是很好的 这个通圣很好 这个我们从这个通圣通书 来找开光即日 来开光 这样的能量 好日子开光 它的能量倍增 给你参考一下 好 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个 因为开光是各式各华 各式各华 好 我们再来 继续看一下 我们刚刚讲说 十钱十美 好 那刚刚有朋友 这里讲说 五地钱可以放在大门吗 当然可以啊 我刚刚讲过了 五地钱可以放在哪个地方 就是 五地钱 可以可以挂在大门口 招财啊 挂在 挂在客厅的 客厅 你外门内门都可以挂的 所以五地钱很多人挂 是因为什么 他经过开光之后 挂在真的有招财作用 那五地钱 再挂在大门这边 你要记住一个重点 你再加一个葫芦啊 会有 会收纳好气 甚至也可能化煞 这是以前的老一辈传下来的 所以五地钱再加那个葫芦 把它挂在门口 收气 把不好的气给收掉 也可能化掉 那也可能收好的气进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五地钱一定要开光 一定要开光 好 好 这是我们继续来看 来看一下 这个大门 所以我们讲门 四两屋千金门 这门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的门 要记住一下 重点是说 这个门再过来第十一个 第十一个 我们的大门 大门 要注意一下 不可以什么 不可以对 不可以对到 对到地下道 地下道有可能是车道 因为气变成什么 变成泄气了 这个泄气了 这个气一泄掉以后 你的财因就不见了 所以说一定要很注意一下 我们的大门 不可以对到地下道方面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还有 这个门 一定要和文公词 文公词 你给我找一下 文公词的话 抽屉有没有 你看抽屉有没有 来 对对 我们找一个朋友有没有 来 文公词啊 来 很多人都知道 哎呀 这个鲁班词啊 不是就是文公词吗 这个 这个叫文公词 这样子 这样子是吧 倒过来了 不好意思 我倒过来了 不好意思 来 拥抱也是背着看的 可以看到文公词没有 以财字为主的文公词 他的文公词 其实他的上面那个字比较大 大字叫做文公词 叫鲁班词 小字叫做丁南词 小字是干嘛的呢 小字是量 量公骂的 量阴宅的 比如说几个例子啊 我离开这里 我离开这里 来这个 这个 这个叫做公骂楼 就是祖先颅 祖先颅一量 一量 哦 你看 这个 这个 这样量 我这样背着量 我没关系 我给大家看一下 来 这样 来 看得到吗 来 来 我们看到公骂楼 是那个小字 有没有 小字 就是说颅一定要是极的 所以说这个代表 代表什么 代表说祖先颅 有字 这个祖先颅 然后呢 假如说是那个 假如说是神明颅的话 要看那个大字哦 大字要离很远 大字啊 这个字啊 要看那个大字 这个一样的 这个 我们的祖先排位这边啊 来 来 来 我们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把它 调过来 不是 来看一下有没有 来 祖先排位下面就是红字吗 有看到吗 有红字 你看这个字 所以说 参考一下 好 当然我这样讲的不是 我要讲的是 门啊 这门啊 门一打开之后 门有没有 门一打开之后 门有没有 门一打开之后 一定要这红字 以什么 以这个最好是有柴跟本 最好的 这个字里面要有柴有本 所以说 我这样讲一下 我们大门的尺寸啊 我们大门的尺寸啊 大门啊 大门的那个尺 尺寸呢 要以文公尺为止 要有柴 要有本 这不错的 就是说 不要官哦 不要 你衙门才可以官哦 官虽然是好的 但是官不要 因为我们不是做官 我们不是公家机官 所以说官字不可以 虽然它是红字 要用柴跟本 这个来量哦 这个量叫做对了哦 它的长宽都要量 当然神位也要量啦 神位也有 我的办公室呢 办公室我坐的位置哦 我的左 我的左青龙 右白虎 我都要量哦 我要量这个极字 所以说我在我的 我的我的 我这个龙边 我这个时候龙边 我龙边要量的 我要量啊 我要量极字 我要量啊 量个红色的字 靠到墙壁为止要量 同样的那个神明啊 神座啊 从地底下量上来 从地底下量上来 也要看到红字 所以这个是文公尺 文公尺 叫做鲁斑尺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 大门一定要何尺寸 才为本 这样是最强的 最强的 好 再来哦 要注意哦 我们家里的门啊 不可以有两个门哦 知道吗 大门只能有一个 大门哦 大门哦 本身来讲哦 这紧哦 紧一个 不可以两个 因为两个 假如说我们是 两个大门的时候 这样会会怎样呢 其实哦 假如说你是开两个门的话 家里比较容易有桃花 家里哦 比较不合 有两个大门 所以说各位朋友 你要注意到你自己的 家里的门 但是围墙哦 围墙那个门啊 围墙那个门啊 围墙那个门呢 有时候你要双开 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哦 没有关系的 围墙的那个门啊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 我们房子比较多人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开的时候 这个门啊 有一个开左边开右边 这样子的哦 因为你只是进出 这个还没有关系哦 但是记得门不要开两个 还有哦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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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再讲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这边啊 有一个哦 有在建筑的时候 有这样的情况之下 来 你看一下哦 来 这个 这个是 这是一个房子哦 这个是 比如说坐像 那呢 中间假如说 刚好他有一个什么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庭院 那他中间就 这个地方啊 这个要开门 这样好不好 这样干嘛 对 这样 这样这个哦 这个叫肉柴 肚子开洞 不是很好 因为什么 因为为了方便 因为从这里出去啊 要去做工啊 比较方便啊 在整理花圃啊 比较方便 其实这样的情况 尽量少开 假如说你真的一定要 你就开了以后 尽量把它关起来 尽量 尽量 尽量性把它关起来 或者这边设一个铁门 这样子哦 尽量少出路 可以通风 但是少出路 就比较没关系 这个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的门啊 通常来讲 假如你的房子没有很大 通常都是前门跟后门 然后呢 最好最好你有后院 因为什么 前院的后院 都是代表你的发展潜力 前院跟后院 所以说后面哦 我们房子的后面 不要紧 不要贴到别人的房子 这样贴的哦 变成说哦 就是说没有进气 这样的话 房子的运哦 稍微弱了一点点 这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个很重要的哦 所以说那要注意一下哦 门呢 我们在开的时候 这个门很重要 这个门 这个门尽量 在开的时候尽量哦 要收到水 因为收到水就是有财哦 这个要注意一下哦 大门一定要收到财水最好 哦 大门 那大门中的哪一个门呢 外大门 在这边讲一下 强调一下 外大门收哦 收这个收财水 那你家里就会很有钱了 所以才说你是 你是属于哦 独立性的房子 那你那个门哦 很重要 这个门哦 假如收到好的气哦 好的位置 就能够赚钱 收到不好的哦 就就不赚钱 比如说举个例子哦 举个例子哦 举个例子哦 就 我们房子啊 我们房子 我们房子是这样子 外门可能也是差不多 雷桶哦 是这样子的 你的水呢 你的水是往这边来 所以 假如说你是哦 做哦 做北长南的 哦 做北长南 你的水是浆流的 哦 从哦 从右边流向左边的 那恭喜你 你这间房子哦 是旺财局的 哦 对你的财哦 他的水哦 是被收到的 同样的 同样的哦 你的房子是坐北朝南 可是你的水是从 哦 右边流向左边 哦 这个财就没有收到 哦 所以说很重要哦 马路的高低 也是 也是虚水 也是水哦 水到 那河流的水 哇 那更更更多了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一下 假如我们是河流的水 哦 很重要的 一定要水 一定要收得到财水 那你就旺旺旺了哦 就旺旺旺了 但旺旺不是狗啦 旺旺是财旺 运旺 财丁旺 这样的旺 OK 好 那来这个是给大家说 等一下我们再讲的客厅啊 客厅怎么样才能有这个财 怎么样情况 我们再来跟你说明 那现在我们要先 先分享什么呢 分享这个名字 所以有些朋友 已经帮我分享出去了 就是说 所以说 你分享出去哦 假如分享三组就可以了 三组就可以了 就是说 所以你分享三组 那假如说你有风水上的问题 你可以微信我 微信我 有什么问题啦 可以微信我一下 看你的问题 我们也给你答后到 你可以微信我 这是我微信号 好 那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些朋友 所以 名字上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黄泽臣 黄泽臣 来看一下这个 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黄泽臣 来 来我们把这个 把它去掉 把这个 门后面去掉 等一下有机会 我们再来讲讲客厅 因为客厅 很多人不知道客厅 有很多的奥妙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让家庭和谐啊 客厅很重要 有的家里亲情淡保 是因为什么 他命中就这样子啦 可是命中我们可以透过什么呢 我们可以透过风水来化解啊 所以说 一化解就没有事啦 就能够让你家庭就比较圆满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黄泽臣 请大家可以朋友 帮我分享出去 我们希望分享叶多 就是说我们分享山群 的朋友我们就公开抽奖 让你有机会得到我们的这个五帝钱 来看黄泽臣 看一下 这个是十二话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名字把它取讲 天格 人格 地格 好 这个名字有没有什么缺点 有缺点还是有优点呢 看一下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回事 来 这个名字 你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 因为名字本身来讲非常重要 就是他是不是都是极的 对 四十一话是极的 这个十三是极的 十四这个是极的 这个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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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极凶 来 但是 这个名字要注意 雪光意外 还有感情的问题 这个黄先生 为什么你这有感情跟婚姻的问题 来 你看一下 你这个 你这个是水 你有看到吗 你是水 水跟火 水跟火的相冲 水跟水跟火的冲 就是感情跟车关意外 所以说要注意 所以你在交通意外上面 这个危险的地方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第二件事 你一定要注意婚姻感情 夫妻 夫妻之情 会容易出状况 因为你今年是四十九岁 所以说 所以说你这个尽量不要进你社 然后呢 就是说枫叶场所不要去 当然我一般的当然不要去 这正常的嘛 但是说 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去唱歌 KTV 或不良场所 有个朋友牵着我们走 那因为你有这样的名字 就比较有机会有这样的朋友去 所以说酒色赌 你不要沾 那你就可以平安 没有事 但是 驾车慢一点 危险这样不要去 因为你这个名字 有带血光意外 所以有时候是捐个血啊 点个灯啊 做个善事啊 施衣针药 这个也可以破解血光耶 但是我常常强调说 可以把保险 有的保险 有以前 以前买保险的时候 哇你是要 要诅咒我死是吗 所以要领保险吗 其实不是 保险其实叫保险必灾化 保险必灾化 所以你你摆保险 我告诉你 你就有保障 而且收益人写啊 写你的啊 这个比如说你的那个老 呃 妻子或者写你的爸爸妈妈 啊 其实有没有 没有事的 会逢凶化吉 所以有时候 保险并不是不好 所以你要去 哇 在我们命相学里面 我都常常鼓励 你买保险 但是很可惜 我不是做保险的 好 我只告诉你保险 使人不穷 啊 使人有保障 这很重要的概念 概念 当然我不是保险员 所以我不会讲 但是我只告诉你说 真的 你这个的话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有雪光意外 我建议你用保险来避灾 当然行善积德 自己小心 才是重点 那你看一下你的八字 来 我们看一下你的八字 黄先生你看你的八字 来 那这个你是根须 好 根须已有 你看 你看到没有 你的八字里面 都有出现桃花心在这边 你有看到吗 来 这个 这个位置 就是年 夜 日 这个日 这个日本人来讲 是夫妻的位置 夫妻的位置 出现了 游游自行 所以说 这个具备 桃花格局 所以说 黄先生 你心正 就没有事 心正 把它变成什么呢 本来是哪里桃花 对不对 把它变成人际关系的桃花 你生意就很好 事业就很顺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 我们知命长运 我们知道说 我们有桃花 我们 我们的 酒色柴气 我们不要沾 那个枫叶藏手 不正当的我们不要去 我们知道了 我们就提防到 所以为什么说 你要知道你的命运 有这样子 知道这个婚姻感情不好 我就知道说 我就对老婆好一点 我们夫妻要多一点时间 多相处 你看 这样不是就改善了吗 你名字中 你要注意交通意外 那婚姻 婚姻有问题 是名字有问题 八字有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 后天来改变 而且你要知道 你看 黄先生你注意一下 因为你身上属狗 狗不可以用三点水 这个折 这个是夫妻的位置 你看 你在这个位置 漏水狗 就不好了 那你的名字 这个陈呢 因为什么 因为陈是五谷 这个有水 任水 所以说这两个 对你的 对你的这个财 政财偏财 不理想 所以说你在钱财上面 可以给老婆管钱 或者你理财加油 或者你有定期存款 想一下 在钱财上面 你要注意一下 你就能够破解了 给你参考一下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位朋友 来 蔡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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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姐你看一下 你这个名字 你是1978年的 这个3月7号 好来 那假如说 根据你的这个 这个名字来讲 你这个名字本身 甚至要属这个 马的 因为马 你用慧 慧上面有个心肉 那这个心肉 对你的什么 对你的人际关系 是 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说你有可能 是帮人家付出了 帮人家 帮朋友 在那边做做做 但是 你这样没有 你这样得不到代价 这一点 你要稍微注意 我们看一下 蔡小姐 蔡小姐你注意看 这个是17 这个是 慧 慧本身是15话 这个 你是美丽的美 美丽的九话 九话外格就凶了 所以你美 是用错字哦 这个字 这边就 这个 这个十话 会让你交到损友 所以你要注意 就是说 你有可能换小人 但是这个十话 也是代表雪光意外 所以你驾车开车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雪光意外之数 我写的比较吵一点 来 那你看一下 天格是这样形成的 就是18话 人格在这边是32 没有问题 地格呢 24话 也没有问题 全部加起来 41话 也OK 就是你的 你的笔画数 是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雪光意外 那你的 你的八字 因为你身像属马的 物五 物以卯 以卯 这个 这个物成 你看 你看到没有 因为你本身来讲 你的歌曲中 你的歌曲中 你的整个局里面 整个局里面 水不够 因为你藏水 这个小水在这边 不够 所以说你一定要喜欢水的 而且 所以说你的五行呢 喜欢什么 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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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水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你做会计 做财务 或者做银行 还是保险 可以拿 属于金的 科技类 半导体都可以 还有贸易 旅游 就是做水的 做赚女生的钱的 就是水 因为女生是水做的 所以说 就是水的行业 你都可以做 当然你也可以开游泳池 游泳池不是水吗 对 水的东西 娱乐业 休闲行业 你都可以做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重点就是说交通意外 其实你要记住交通意外 而且你这个名字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 经济客户 所以说 你的长辈的助力 比较小一点 所以等一下稍微注意 老公在这边 你的老公在这里 老公在这个地方 这个老公在这好不好 不会太差 乘官在这里当然很好 所以说你本身 因为你经理是41岁 所以婚姻感情这一块 基本上 从格局中来看的时候 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你大的问题是 注意这个 交通意外方面 而且你这个 马呢 用这个慧 有个心肉 就代表你人际关系不够强 你要靠自己努力 因为 因为马 马 不喜欢 他不喜欢 心肉 那个慧 就有心肉 这个 这个羊 跟他是六合 六合 用大是没有什么问题 你是血光 所以说这个美 这个字不美 这个慧 这个这样有心肉 人际关系稍微弱一点点 所以包括贵人的帮忙 有点 所以其他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你要记住一下 你往哪边走呢 往北马走 不错啦 北部走 对你来讲很好 所以说相信你未来应该是看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名字上的问题稍微注意一下 来破解就可以了 好 好 这是我们这个 马方面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蔡小姐要注意一下 清水 多穿白色的衣服 白色蓝色黑色 对你有利 好 我们再看一个 来 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就来讲客厅 好吗 在讲之前 来 这个 这个吴 这个吴烧宽 这个念烧 吴烧宽先生 好 你的这个名字取的 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看一下 我们来欣赏一下你的名字 来 七话 这个 这个烧 这个念烧 这个宽 15话 9话 你看 我们名字很重要一个重点 我们不要只是重视生肖学 我们的 我们的笔画术 是相当重要 两三千年 就有传下来这个 这个笔画术 所以 这个很重要的 你看 你看吴烧宽先生 这个名字本身来讲 你看 都是极的 他没有凶 三十一极 十六极 二十四极 十六都是极的 这是一个极数 是蛮不错的 那他是 他是 他是新卫 就是19 1991年 6月4号 所以新卫 新卫 魁氏 乙氏 好 来 这个 吴先生 你要注意 什么事 婚姻 要注意一下 你那个夫妻公 夫妻公 重现 所以说 来 第一件事情 你婚姻感情 你一定要好好的 就是说 要注意一下 婚前 婚前本身 就是说 要选择 配偶的时候 要多小心一点 多注重谨慎 婚后 不要挑他毛病了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 你这个一定要照顾 因为你现在的夫妻公 是重现 代表 代表说 你夫妻感情之间 是有问题 所以说 你决定 真的爱他 你才可以结婚 记住 你应该是要晚婚的 所谓晚婚是什么 几岁你知道吗 跟进你的八字 你要晚婚 要32岁以后 才可以结婚 你假如说 自己没办法忍耐那么久 那你要记住一下 一定要 要用心去爱护你的配偶 这很重要的 因为你的八字不够强 然后 那你名字 你这个 这个好不好 羊 羊用这个烧 这个是草字头 这个 这一点的话 其实 它是一个洞穴的意思 所以说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其实 还不错 没有什么问题 婚姻感情这一块 还没有问题 OK的 但是这宽 不是很好 因为宽 虽然有宝盖头很好 事业不错 有草不错 但是这个贱 贱其实就是贝 里面有贝 贝就是龙 龙跟羊 就是父天罗地网冲 所以说 江山一片 口袋空空 什么意思 就是 你付出多 那就回报不多 付出多 回报不多 这一点 你一定要给老婆管钱 不然就是说 你要理财要加强 好不好 吴先生 你要注意这个 你的这个比划数都对 火生土 土生金 蛮好的 很棒 那你就整个局里面 你一定要用 你本身来讲 就是说 原则上 你是夏天不可无水 所以说 你要用水 金跟水 所以你从事 半导体 这个科技类 金融 银行 或者保险业 对你来讲 很好 包括武金 也行 机械 方面都可以 这是属于金的行业 你最机会是火的 所以说 南部不要去 你往什么 你往这个北走 不错的 往北走 你家的北方往那走 当然 想说北方 北往哪边走呢 像槟城 就是不错 泰国很好 你往北走 再往走 中国也可以走 出国你都不错 所以说 但是这个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做的 比较容易做白工 付出多回报 不要做白工 你的名字里面 是蛮不错的 不过你的名字 是属于叫什么 叫做领薪水的财 所以我建议你 你先领薪水 先不要做生意 等你钱财有的时候 你再慢慢的 要想要做生意 再来看 这样好不好 那你要做什么生意 半导体 金 五金 金融 保险之类的 还有什么 贸易买卖都可以 但是你要记住 你的名字是打工的财 所以这时候 你想要打工领薪 是没有问题 但是想要做生意 做小小的 做有把握的 这样你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说这个名字 毛病在宽 这个字 给你做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各位客厅方面的部分 所以各位朋友 感谢你的分享 希望说 有你的分享 我们分享三个群就可以了 你按赞 分享三个群组 我们就送你 这个五地钱 我们今天没有送荣瑜 我们送五地钱 我们开光的五地钱 你把它放在你的包包里面 能够招财 然后五地钱也可以放在 挂在你的 这个房间 挂在你外面的门 都不错 都很好 假如你要花煞 我刚刚讲 我刚刚讲过了 拱门 那拱门 可以用两个五地钱 挂在 它的左右 挂着 挂着 来破解它的拱门的煞 所以拱门能不能破解 可以 那假如一般的话 一般的话 不知道拱门可以破 他把它敲掉 一个门敲掉多少钱 所以说 我跟你讲 看房子 就是说 你找的老师很重要 不要让你敲东敲西 敲打敲打 敲到钱都没有 还没有享受风水的便利 就已经花了一大笔钱了 所以说 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看这个朋友 OK 那在这个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 先来做一个分享 来 对 我们在讲客厅 之前我们在分享这个 来 这1987年 就赖品君 赖品君 赖 这个赖先生 赖小姐 品君是小姐 他是中性化 这没有问题 但是我要跟你讲 你这个名字 不错 都是 都是急速 五行方面 不是相同 就是 就是 就是相声 这个品君是好的 但是 重点 重点就是君 这个 兔子不喜欢君 因为君的话 有没有 为王 太大了 不行 但是有没有 还好 你这个品有口 角兔三枯 所以可以为王 所以说 你这个 恭喜你 你这个赖品君 笔画树 对 五行对 这个生肖对 所以说你这个没有缺点 没有缺点 所以说有时候是这样子 所以说你虽然 兔子不能当王 可是 配合他的三合 或者角兔三枯 他就能够当王 所以说这个名字 没有问题 但是我必须提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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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君小姐 你注意一下 你的八字中 没有财库 所以说你要想办法 养成节俭的习惯 或者除处习惯 记得 因为你今天32岁了 应该什么 应该积极的 理财方面要加强 这一点 你命格中没有财库 那 我要跟你讲 你的格局中 也很重要一个东西 就是说 你有孩子之后 其实你会比较好 所以说我鼓励你 这个生孩子 生孩子 那你的孩子会孝顺你 这样 所以你整体来讲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 蛮好的 没有看到什么问题 恭喜你 这个名字没有问题 那八字上看起来还好 只是 钱比较没有看到 你只要守住 就行了 好不好 OK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 来 我们看一下 李博学先生 来 李博学 李先生 你是1988年的 生肖属龙的 用博学 这个 这个 笔画术都很好 我觉得很不错 但这个博不太好 为什么这个博不太好 因为有一个木 木代表兔子 有所谓的 异兔建龙允旅器 所以你这个商道 婚姻感情 这一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是你的八字里面 你的八字中的婚姻感情 我们从这个来看的时候 不够好 因为 夫心不见了 那个财心不见了 所以你有两件事情要注意 你跟你的父亲的眼不深 所以要常常打电话 给你爸爸 多跟爸爸讲话 爸爸的生日 节日 你去陪他一下 增加你的 跟父亲的感情 跟长辈的感情 那你的运气 会变好 还有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今年是31岁 不管你有没有结婚 那你的婚姻感情 其实是不顺 不顺的 那不顺的话 我们用后天来改变他 你了解吗 所以你记得 你结婚之后 一定要多爱护你的配偶 多关心 多互动 互相有什么事 互相关怀 关心 这样来破解就可以了 就是你的名字中有问题 但是在八字中也有一些问题 所以你从事火的工作 跟木的工作最好 所以你要做医生 做药师 做设计师 工程师 可不可以 那 这方面是 木的行业 对你来讲都可以的 还包括说是 火的行业也很好 所以你往 这个 往这个什么 马六甲 往这个柔佛 往新加坡走 的发展工作 对你来讲都好的 所以说你的缺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博这个字 把它换掉的话 你就比较不会换小人 比较不会有这个 什么 婚姻感情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你后天来改变 很重要 也是可以破解的 所以各位 各位朋友 假如说因为今天 时间的关系 有限 所以假如说 你有任何风水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微信我 微信我 那 我们今天很感谢大家 每一个人有分三个群 群组的话的朋友 我就有机会 有这个随机 我们会抽两位 幸运得主 那 在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就公布 我们是 所以说 这个我们 有这个包友 会寄给你 这个五帝钱 那今天 因为时间的关系 也只能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 我们来继续讲风水 那请大家 记得来参与 来出席 在这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